今天我说发巨只在日本搞了个牛年 而且还是越南产的 这前段时间等于算不是很流行 盲盒牛年吗 这东西在日本还真不好搞 但是这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还是被我找到了 跟你们看看在日本这牛年的价格 西瓜这180块一个 这都不说了 这都是弟弟 来看这牛年的价格 这一个就是400 这个300多稍微小一点 我也不知道它有多重 你们就看看吧 还有这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550 我拿了一个这个6000多块钱的 也就差不多是400块钱 你们看到没有 这肉都快爆出来了 这绝对不会让我失望 结账走人 哈喽家里面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来看看这个牛年 你们看到了吗 这肉都已经炸出来了 这怎么样也得要三个盘子 才能装得下来吧 走里 走里 哇 好重 这没让我失望 哇你太难道 哇去 完美 这一个完美 哇真香 再来搬这一个 哇 哇 这个也不错 不对 我觉得这个放窥了 这个太小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 估计这个更大 这是三个房间开出来的流量 来咱们继续 哇 另外这里还有两个没开的 应该是两个吧 这里应该是两个吧 三 二 走里 我们都拿了三个网过来装 怎么这一个网就装完了 有没有开的 都开完了 这是四百块开出来的流量 你们都不是催我找室友的事情吗 今天要去跟他搬家了 租了一个这样的车 今天 现在是去他家拉东西 他终于是到了 有惊无险啊 都饿死了 咋了 谢谢 开一下灯 来好不好 我操这个太小了 装不下去 这个车 可以了 哎呀妈呀 终于搞完了 这后面整车塞了满满的 都是他的行李 回家 这车搬到我家去 我家估计也没位置了 现在晚上已经七点多了 这把东西也太多了吧 我服了 朋友们 我这小哥了 瞬间被填满了呀 我在日本的大家庭 也是越来越热了 现在是晚上的12点多了 我们还在收拾 这是我在日本住的16平米的小哥喽 我们在上面换了两张床 下面是我们的客厅 今天晚上就随便吃点 便利店买了烤鸡肉 这个是那个大肠 还有这个五花肉 买的是这种素食的米饭 在那个微博炉里面打一下就可以吃了 今天晚上就没有做什么吃的 因为太累了 但我们先把这个家里面收拾收拾 再给大家拍视频吧 拜拜 在日本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这个月的水平费一共是 八千多块 今天天和家人视频 发现他们在国内过得还蛮不错的 跟他们聊了很久 说的都是我的个人问题 我告诉他们说 我最近想在日本做直播 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去谈恋爱 他们都说让我先成家正立业 可能是因为我是摩羯座的原因吧 把事业都看得非常重要 今天天发了一条做直播工作室的视频 然后也收到了很多网友和粉丝的不理解 有的人说是年轻其盛 这里面的水很深你搞不懂 有的人说看视频可以让我买东西就算了吧 他有的人说你卖吧 反正我们是不会买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想试一试 我知道如果我转型做呆后嘴播的话 可能会掉很多粉丝 但这就是我在日本的生活呀 从我2019年开始拍视频 就是一直在记录我在日本的生活 而我就是想当纯的记录 我在日本的真实生活而已 不管是直播也好 生活也好 我就只想以最真实的方式去记录这一切 而关于那些说我年轻其身 不太看好的粉丝 会证明给你看 这是一个日本的饿水家具店 然后我们进来看 提前半个月给日本医院做了预约 今天球球终于来了 他的绝育手术 一晚上的球球什么也没人吃 医生说他他今天要做手术 所以说不能喂他东西 他饿的已经只能喝水了 拿球球进来 走吧 逃不掉的球球 上来吧 上来上来 嗯 尾巴 摄一摄 哎呀 手拿开 啊 摄一摄 太肥了 装不下去 出发了 球球 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 医生说绝育手术要进行一天 到医院门口还没开门 就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排队了 但在日本的宠物医院 这是赚钱 到医院里面了 看到出来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做手术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大了 结果 对 对 对 哈哈哈 嗯 对 25 我把球球已经放到医院里面了 医生说下午做手术的时候 非给我打电话 突然间球球变成公共了 感觉还有一点死不得 在日本跟团出去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今天一大早我差不多6点多钟就起来了 今天抱了一个小团 准备去日本的伊德半岛玩玩 今天来的小姐姐们还是特别的多 我也得注意一下形象 现在马上就要出发了 车上的导游跟我们说 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晨西海岸和大四山 我只知道那个大四山是电影中里的名字 那个陨石坑的去景地 网上的图片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地方从东京开车过去 需要三个多小时左右 前面这个凸起的东西就是大四山了 好了好了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太适合情侣打卡了 我感觉在这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我这一次终究开始来的太迟 错过了你 此后所有的故事 我等慢点这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我前两天在日本发现了一个口罩挺有意思 它是没有这种袋子的 就直接贴脸上就可以戴的 就电子直接贴脸上就能戴的那种口罩 不愧是你红锦 我看到这份就感觉挺好奇的 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我今天就给他买回来了 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好轻啊这个口罩 这一个是多少钱 好像是100块钱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 里面还有一张纸 多少钱120块钱 看到没有120块钱5个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我在网上 不是5个呀 我看到是5个来着 就只有2个里面 然后呢它说是医疗用的材质 不用绳的话就耳朵就不会痛 3D立体的 可以洗很多回 就这样子的口罩 嗯 它是贴的吗 这也太肯了 这不就是一个双面胶吗 这居然要卖我60块钱一个 戴上去看看怎么样啊 3D立体的 这下面是空的 这下面的设计应该是吃东西的啥 比较方便 给它来去洗一洗 好了 再来给它吹干 把它已经吹干了 看一下能不能装得起来 可以 可以啊 一个可以洗20次 两个可以洗40次 这还挺划算的 日本有一个画着刘安卡的那个店铺 就是那里面的东西非常便宜 比业务示范里面的东西还便宜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那个地方 你们看我这车的多久没起了 我们到了就是这个店 以前留学的时候最喜欢来这种店来买东西的 这日本猪球的那种炒串 直接拿去微博炉里面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猪 猪脊 这一盒才400多 这个是那个大骨 650块 40块钱左右 我要了 你家没有那个高压锅你考虑干嘛 那我家没有锅 再拿一包鸡爪 这一大盒鸡爪是580块日币 450块钱左右 这么大一包鸡爪 这鸭鸭子好贵啊 2000多 这鸭子太贵了 还有乌鸡 乌鸡一只是100块钱左右 再拿一只乌鸡 这什么 哇 这个猪头是1280 780块钱 哇这一大一个猪脚才60块钱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排骨 下次 这算了没80 再拿一包拿鸡 我们今天买了三个框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采购的东西 今天消费9400 给鸭做好吃的去了 拜拜